Hello,大家好,好一天不见,太冷了,我们这边气温突然下降了,咯冷咯冷的了 我们今天说上我家这个后山来锻炼锻炼身体吧 上面还有秋千呢,山顶上 就后边这个山顶上,看到了吗 一会儿我们就要上去 就是这个,最高的地方 站的高,望的远,现在往上上 他们都已经上去了 我也得往前走了 因为现在雪下的大,主要就是太滑了,不好上 听着风,呜呜的呀 刚上了一小半 快看累了,累不累 太累了,吵不上来气了 主要今天风还大 太冷了 你走那么快干啥 你说你蒙的,跟个蒙面大侠似的 太冷了 好像认不出来你 快零下30度了 真是快零下30度了 今天是真冷 你太聪明了 这棵树 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 哎呀,好累啊 这都是让佐母鸟给刀的 这里边有虫子是不是 已经腐烂了 太可怜了 咱们也找个虫子吃了 我给你抠一个 它这么深呢 多厉害啊 里边都腐烂了 真冷 那可不,往上吧 到了 对啊 好累挺啊 没事,我体重轻 如果超过100斤往上 那又不要上了 容易抖它 那我应该不能上了 我120度 没事,我体重轻了 好玩吧 好像有点危险 好像有点不太低 下来吧 老得劲了 看看山脚下 有点,我得慢点 太滑了 太吓人了 到了九死还魂草了 但是有点太陡了 看 这时候它都已经干了 因为它冬天嘛 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 遇见水 它马上就会绽放的 我们也叫它卷摆 这下面都是 看 这一球一球的 但是就是不太敢踩 太陡了 看后面玩的 多开心 有很多朋友想看看我们的村子 这回看吧 这就是我家住的地方 我们的村子 多少户就看出来了 是不是啊 没几个房子 哈哈 总共村子就这么大 一望无际的 多清晰 这边就都是地了 哈哈哈 哇塞 阳光好足啊 轻点轻点 别太往后了 没事 安全我 我体重轻 你爹还没等 飞起来呢 你走到悬崖上 他掉了去了 哈哈 来就得了 哎呦 多羡慕这种生活啊 哈哈哈 是不是啊 大冬天 零下三十来度 在这打秋千 哈哈哈 大冬天 到秋千 好兴致啊 挺会玩的 嗯 太没劲了 太没劲了 我羡慕啊 是不是啊 上南岛的一种生活环境 给 就是有点冷啊 哈哈哈 一会大冬天就冻出来 好冷 大冬天出来了 这就冻住了 是真冷啊 现在都零下 快三十度了 看看 多冷 今天这就是上山来玩的 因为离家近嘛 哈哈 啊 动手 哎 我们东北 有一句话 一九二九 冰上走 哈哈 三九四九冻掉下巴 哎呀呀呀 哎呀 不过是真冷啊 哈哈 啊 冻死了 快走 太冷了 回家 哈哈哈 我们回家了 山山粗溜一趟 哈哈哈 真的太冷受不了的 我动手 又进雪了 又进雪了 是吗 一会儿到 以前几天冷多了 好了 朋友们 这期视频到这了 回家了 得慢点下 看我抖 拜拜了 哈哈 太冷 太冷 好了 你 快走 了 呢 你 快走 快走 你 快走